像我做一個freelancer 你要經歷的一些事情 幸好趕得及運到來就有些明信片 我製作了一些新款的明信片 6月的時候我去了西日本 關西 即是去了大阪內良京都那些 那我就製作了一個 一系列的旅行明信片 去紀念我這件事 有京都啦 這個是我穿的和服 我和朋友穿的和服 這個是去內外良玩小裏 還有這個是大阪的大阪燒 超可愛 那我現在就要慢慢製作好他們 因為我一直都是一個人做這件事的關係 所以我有很多東西都是要自己製作的 加油 唉唷 攝影師 攝影師 Karee-jan Brok Blog 煽燒伊論 煽燒伊論 煽燦 這邊 天� 裝火 其實也是我第二次擺市集 其實我有點遲到了 幸好來到外面九龍是沒有下雨的 我現在第五位就全身濕透了 走快點吧 我秋十七號 其實都很近門口 我覺得比上次好 就是那個長的地方 超大樓 大家要先收拾好東西 這個就是我這次的當 這次我聰明了 買了桌布 特意去了深水埗 然後還去IKEA買了這個籃 可以organize好東西 大家就看得比較方便 即是筆袋 明信片 籌機殼都可以放在那裡 跟著IKEA有信紙 有新的明信片 有comejang 但這次雖在呢 我忘記了是IKEA 不知道怎樣掛起這些東西 我找了救病 我找了Franca 他硬一點來給IKEA我 那個假的就是 那個教授提供的 就是這樣 那樣呢 原來我拍了整個照片 我的白平衡是超級黃 然後我整個照片都黃 那樣 哈哈 然後我好像昨天拍的照片 都是這樣 接著呢 我現在已經設好檔 現在還是很早 我覺得這次輕鬆了 因為我沒有帶些衣服 因為我沒有買衣服 所以就輕鬆了很多 但是我很期待 其實我每次放檔 我都會有點不安樂 真的有點不安 就是第一次年宵 然後上次6月 放週末Eacher 這次是第一次放生活市集 我也是有點 我不知道 就是 做生意的事情是這樣的 哈哈 這個教授是我以前的教授 然後現在做了市集 然後他有水提供 我很開心 我特地帶了我的 福光的Starbucks杯來 喝水 哈哈 那其實放在市集是很累的 還有 如果沒有客人的時候都挺悶的 那所以呢 今次就 帶來電腦來 看看剪片 就是這樣 讓我度用一下他的相機 我幫他買了這個 麥當勞的咖啡 我幫他買了這個麥當勞 有沒有看到我自己搶了相機 嗨 好感動的 有人買東西給我吃 那我今天是7月 不是今天是7月 今次是7月的當勞 那下個月8月擺當勞 就會跟他一起擺的 是擺一些 跟他可能有點不同 但跟我比較同就是文具的 MT紙膠帶市集 但是 你會買什麼 我還是買我這些 哈哈 但應該會有新的 但應該會有新的設計 我們的組合美 我們一起說一次 十筆咖喱飯 因為他要十筆咖喱飯 我要咖喱 真的這樣 很划算 大家到時候一定要來 啊 救命啊 有Shake Shake薯條啊 我想說 我有朋友買了20包回家團貨 我是不會做這些事的 我覺得這些真的OK 很容易潮濕 然後變了一匹的 便宜飯 大家小心點 專業攝影師一號 美女攝影師一號 只有一個 是女攝 首席女攝影師 拍手 我拍不到 首席 我是首席賣東西的人一號 我是首席賣東西 我是首席賣東西 我是首席購物狂 OK OK Shop Shop Shopping Shopping Queen Shopping Queen 我是Shopping 我是Queena 等一下我們有她 這個才是QDA 對 她是QDA 是這樣的,其實昨天生意是超級少的 真的很少,我現在會不會到那個當伴都成問題 大家可想而知是很少 因為昨天下雨下得很厲害 今天也不例外,今天又下得更厲害了 今天星期日好像是黃雨了 所以其實大家都應該不會出街,整個場都很安靜 亦都說沒什麼人經過 所以我生意真的很少 可能大家也不會想出街,不想出門口 比了我也不想出,老實說 所以現在是... 昨天我是有點擔心的 我是有一點點sad的 不是sad的,是有一點點 昨天是有一點點退退的的 所以我是沒有拍,我回家之類的 那我就直接就來了現在day two 不過我都不需要偽裝我 很厲害,很風光,等等 我都是很想將這些原始告訴大家 就是,你像我做一個freelancer 你要經歷的一些事情,你要承擔的一些可能性 都想跟大家分享,等大家一起見證我這個歷程 就是這樣 我今天醒目了,我今天穿了長袖衫和長褲 不用再昨天冷到我們差點頭痛,想病 就是這樣,好啦,開檔 哇,這麼快呢,又到這個7點半了 就是,今天的試集就結束了 我回到家了 那... 飽完檔之後就馬上回家了 其實都... 很累,因為車頭真的... 暈倒,大佬,好睏 因為昨天... 晨4點才睡 然後呢 其實這次試集呢 就真的... 集集沒有錢的 應該...我還沒計算的 可能連個檔也回不到,我不知道 但是...其實今天... 嗯... 都多了一些街客 就是一些人經過,看到好像挺有趣的 那就... 又幫忙一下 那這個其實... 都是挺開心的 雖然... 嗯... 條數未必進行得到 但是... 有一些是... 不認識你的人 而去... 欣賞你的,支持你的東西 其實是很值得開心的 哎呀... 好累啊 沒有力啊 然後... 對面檔呢... 都是... 都是畫畫的 叫做... 狗狗面 然後他們一檔呢... 那... 畫畫是一個女仔 另外她有兩個... 好朋友呢 來和我一起看檔 然後畫了... 一些畫給我 這個是狗狗面畫的 這個是... 就是... 配合我今天的樣子 然後... 加我的公仔 然後... 這個是她一個女仔的朋友畫 然後... 這個是我IG的照片 我不知道大家覺得像不像 然後... 這個才好 這個... 這個是她的男仔的朋友畫 這個是性感的咖喱 這個圖是可以在我IG上找一張照片的 哈哈哈... 其實... 所以... 我覺得... 這次... 就... 沒有上次週末依存那麼多人啦 真的差很遠啦 也都沒有那麼開心 沒有那麼熱鬧啦 那... 是一個很平靜的市集啦 因為... 真的很多因素 或者怎樣都好 但是... 所有東西都有好有不好 就是... 不要把所有東西都看得那麼差 雖然這次可能... 差的東西比好的東西多 但是... 正因為這樣 那些好的東西 會令到你... 更加... 深刻 更加... 令到你去珍惜 你現在在做... 的事 就是... 反而... 每一個來支持你的人 你會更加記得他們 或者是更加... 懂得去珍惜 以及感謝他們啦 這些雖然是一些小挫折啦 但是... 也都同時是一個... 令你成長的一些... 關口 是... 是挑戰來的 就是你... 心理上啦 你那個思想上啦 都是一個挑戰來的 所以... 呃... 這次這個Vlog 雖然... 很短啦 沒什麼怎樣拍東西啦 但是反而... 我覺得這樣 真的是一個Vlog啦 現在我在做這件事 我真的... 用影片去做一個Vlog 是真的... 記住我現在的... 一些感想 現在... 今天有什麼啟發啊 這樣... 我覺得都幾好啊 對不對 嗯... 我都希望把這些想法跟大家分享一下啦 好啦... 我們下次擺檔呢 就會在... 八月尾就跟Samantha一起擺的啦 就是... MTO這個市集 那好像是觀塘的 我就沒去過啦 那個呢 就是專貨的一些... 文具啊 手帳啊 MT啊 貼紙啊之類的那些... 紙製品那些啦 那...希望可以出到一些新東西啦 那我們到時見啦 拜拜 快點 抵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